红金宝的长子洪天明,一直活在父亲的盛名之下,从来没有像这几天这样,凭住自己,上了头条。 几天前,洪天明与朋友在上海夜出,现场有人拍照,洪天明表现规矩,但喝多了两杯之后,就被狗仔队,拍到牵住一个长饭女郎进酒店。 港媒还为此制作了动画,当然,具体在酒店内发生了何事,就只有当事人杀之道,不过这件事的几个关键词,喝醉,牵手,酒店,已经足够令人联想到一些不太好的事情。 新闻曝光之后,洪天明没有出声明,没有控告相关媒体,即使是香港媒体找他回应,他也没说什么。 而他的太太周家卫,更是没有像以前那样对,这种事发生了不止一次,出面念称他。 这对夫妻本能的反应,都在默默指向一件事,他们的婚姻出了问题。 直到事情发生的第三天,洪天明先接受香港一本周刊的访问,但也没有对,牵手,一事进行解释。 洪天明表示,这件事暂时没有影响婚姻关系,但太太对他的信任,难免受影响,所以这几天他一直跟太太沟通。 当时,周刊接着问他,是否要,跪玻璃,向太太道歉。 洪天明对此不以为然,反问了一句,跪什么玻璃? 总结周刊对洪天明的访问,就是以下几点,天明承认太太有为此事不开心,事件是暂时的,并没有影响婚姻关系。 现在他的主要工作是带孩子,太太对他的信任,因为这件事有一定的动摇,他会继续与太太沟通。 另一方面,洪天明所属的经纪人公司,银河海润,就这样解释,洪天明当晚的行为,因为他在酒吧里喝多了,所以不胜酒力。 女孩子是好心扶住他回酒店,扶了一下两人三会顺势牵手,强调并没有其他事情发生。 这样的解释,很多网友都表示不相信,因为实在有点荒谬。 但12月16日,洪天明从内地回到香港,在家门口与等候的记者,做了截短的访问。 他同样解释,自己并没有做对太太不起的事情。 他指事件其实是误会一场,我并没有背叛太太,我希望家人对我有信心。 一开始我没有解释,是因为这件事,根本就不是标题说的那样,出回。 我觉得没有必要解释,但没有想到网友骂得这么厉害。 洪天明表示,自己的却有需要节点的地方,需要为家庭改变自己,并向所有关心他的人说一句对不起。 另外,他还不满网友骂他的太太周家卫,大家不要看到这件事情的表面,就盼我死刑。 网友为我太太出气,在网上骂我,我是理解的。 但有些人说话很离谱,骂我家人,连我太太也一起骂。 我希望大家说话要三思。 洪天明提起的,家人,其实不外乎就是他的父亲洪金宝。 在洪金宝走红的那个年代,用刘家良一双的话来说就是,那个年代的电影圈大哥都三起四起。 洪金宝自认年轻时有不少女朋友,每次去到不同的地方拍戏,就认识不同的女朋友。 而他的第一段婚姻,就是在韩国拍戏时迎娶了韩国人曹恩玉,也就是洪天明的妈妈。 洪金宝接受访问的时候表示,他年轻时不懂爱情,即使有了太太还是在外面风流快活,每天回家都跟太太吵架。 即使对方被他生下三子一女,两人最后还是离婚了。 后来,洪金宝迎娶港姐冠军高丽红,山真正稳定了下来,不过他在访问中笑颜,即使自己做了坏事,面对太太的责任,他打死也不会承认。 网友认为,洪天明正是遗传了父亲的风流基因。 而在同一天,12月16日,洪天明的太太周家威,也正式出面回应,老公偷吃。 当时,家威要去参加好友陈敏之儿子的一岁生日,所以脸上妆容完整。 不过即使如此,还是能够看出他精神不弃,仿佛多天没有睡好。 周家威与老公统一口径,称事件是一场误会。 他绝对信任丈夫,而且他也没有脱下手中的婚戒,历证婚姻没有任何变化。 我相信天明,天明对我和对家庭都是很负责任的。 纯粹一场误会,谢谢大家的关心。 其实,周家威并非第一次面对丈夫这种新闻。 之前,洪天明被拍到在夜长雨辣妹的亲密照,周家威同样表示信任老公。 网友骂他,无非就是觉得他不自爱,明知道丈夫到处留情,还不断原谅对方。 洪金宝的儿媳妇,一点都不容易。 虽然洪金宝大哥对后辈没有嫁子,但自有玉骨为严在。 他在长子洪天明的婚礼上,就因为肚子饿了,就在台上打断新郎的发言。 说,不要讲了,快点上菜吧,一锤定烟。 嫁给洪天明的周家威,原本是港姐,美貌与身材并重。 嫁入洪家,她推出娱乐圈,三年到两,生了两个儿子。 但洪金宝不满意,她想要松女。 前年生完小儿子,周家威怀孕时不算胖。 但坐月子的时候疯狂吃喝,体重一度高达125斤。 本来,周家威没有在意自己的身材,但曾志伟却一再暗示他,要减肥。 一开始他也不懂为何,后来询问之下山之道。 原来曾志伟看住洪天明长大,知道他喜欢,美丽的东西。 于是便提醒他要注意保持身材美貌。 周家威觉得曾志伟说的有道理,就想定决心减肥。 每天做运动两个小时,成功让体重回到104斤。 周家威还表示,为了圆洪金宝的松女梦, 他决定等两个儿子都读小学之后,就再生一个女儿。 但即使周家威做到这份上,还是无法阻止老公传出这些奇怪的新闻。 而他,为了洪家的面子,为了维护家庭和谐, 一而再的幸福。